我沒有指引他 你還當對他 你不要上床 沒有 我跟你說 我非常歡迎你 怎麼樣 我要上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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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綠色襯衫男子 不斷跟藍衣女子對嗆 從優雞的小店 吵到夜市街上 到底誰推誰 因為你剛才有推打到我 而且我發誓 這邊所有人都有看到 我沒有叫這位大哥打他吧 沒有 沒有 我是不是還叫他不要 對 原來這名藍衣女子 是出來幫忙勸嫁 沒想到公親貶事主 隨即跟暴怒的綠衣男子 發生激烈爭吵 事情就發生在 饒河夜市知名的面線店 東發號 週日深夜人潮眾多 綠衣服的林姓顧客 一次用餐時不滿店家 跟他喬座位 跟店家爆發口角 店家無奈 因為店面不大 只有三十個座位 人多時總是會請客人 方便移動一下 但林姓男子不滿被疑 先後跟店家 又跟整間店的顧客槓上 連警方來排解 還繼續叫囂 雙方經過當事調解之後 帶回派出所 並由派出所協調之後 雙方都不提告 吵吵鬧鬧最後又不提告 發洩完情緒就轉頭走人 結果造成老店極大困擾 也讓逛夜市的民眾 心情受到影響 記得姚立強成就跟Turbo的 在這兒市的民眾